3月邊境準備鬆綁 但本土疫情還未解除危機 25號新增了雙北負責染疫 CT值分別18.2 還有20.1 病毒量都不低 其中原本住內湖的兒子 因為將房子讓給韓籍妻子 在家檢疫 19號搬去新北板橋 與父親同住 到底誰傳誰 感染源頭為何有待釐清 台北市長柯文哲認為 內湖南還沒找到明確感染源 是比較麻煩的案例 目前來講 你看台灣目前來講 看起來好像是 只有個案數的境內感染 事實上我在想 應該不止的 只是我們目前 沒有很大規模的去做普篩 隱形傳播鏈一直會持續下去 國內不明感染鏈還有6條 而案20248新增賦 與新北設計師臨桌吃飯 經定序還未出爐 就怕又是新的感染鏈 隨著國內防疫措施 3月將放寬 已是省政難點出隱憂 開放宴席逐桌禁酒 但社區仍有零星案例 恐將再次引發複雜群聚 可能會讓病毒原本局限在 某一桌的傳播 然後變成垮桌 是整個產品內的傳播 這個產品可以評估一下 近期非居隔音轉陽案例 原本壓在1例以下 但連2貼又增加到3例 省政難強調 逐步解封是趨勢 但絕不等於與病毒共存 更不是把病毒放進來 仍必須加強唯毒與清零 在社區清零前 民眾自主防疫更不能鬆懈 現在林偉陽 宗彥 台北報導 今次份告知 零-零第1期 我們不太決定 中共基隆 录法 道達 你 閃